best的意思就是最好最棒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的见证 能够告诉大家 你可以透过耶稣 找到你最best的人生 找到最best的生命意义和价值 你能够透过耶稣 也能够找到最best的自己 因为你会遇到最best 最爱你的上帝 而且他会给你最best的祝福 这个最best的祝福就是耶稣自己 这个最best的祝福就是耶稣的爱 我们知道我们人都很需要爱 但是我所讲的爱不是人世间的爱 也不是那些总是会带给我们伤害和痛苦的爱 我讲的爱就是耶稣的爱 是能够真正带给我们人生改变 真正能够带给我们 生命的盼望和喜乐的爱 而这份的爱 在圣经里面 是非常丰盛的 就如诗篇86篇第五节所说的 主啊 你本为良善 乐意饶恕人 有丰盛的慈爱 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主啊 你良善仁慈 乐意赦免 以无限的慈爱 带一切求告你的人 另一个翻译说 主啊 你是良善 有乐意 饶恕人 向你呼求的 你都以丰盛的慈爱 带他们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 我们最需要的一种爱 就是耶稣的爱 圣经说 耶稣会以丰盛的爱 来恩待那些求告他的人 那些呼求他的人 在刚才 燕芳姐妹的见证的里面 他提到 人生中 最美的祝福 就是有耶稣 最美的祝福 就是 有耶稣的爱 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有耶稣的爱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帮助 是的 我们的人生 不能只是 有物质享受就够 我们还需要 有来自天上的这一份 耶稣的爱 这份丰盛的慈爱 十七年前 燕芳姐妹突然 失去了 她的丈夫 失去了所有的依靠 她的整个人生 就好像陷入 一片的黑暗的里面 我相信当时 她的心情不但是充满了悲伤 也充满了恐惧 和焦虑 因为一个 结了婚之后 没有在外面工作 没有在外面工作 连手机充电 都要由丈夫去 帮助的一个 一个妇女 丈夫走了 从此 就要自己一个人 扛起 整个的家 还要为孩子的 学费 圣诺会担忧 就如她所说的 她就好像 面对世界末日那样的 充满焦虑和恐慌 还好 她的先生 最后留给她的 是一份最best的遗产 这个遗产就是 基督的信仰 在这个信仰里面 是充满了 耶稣丰盛的慈爱 也就是这一份 丰盛的慈爱 让我们的姐妹 在这17年的过程当中 终于可以走过来 终于可以找到 新的开始 新的人生 甚至找到新的自己 弟兄姐妹 朋友们 我们真的非常需要 耶稣这一份丰盛的爱 尤其是我们 是处身在一个 充满 艰难的 一个时代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人生的路啊 真的是越来越难走 因此我们是 非常需要 耶稣这一份 丰盛的爱 来温暖 来温暖 来鼓励我们 来给我们力量 来给我们走下去的勇气 阿们 那耶稣这份丰盛的慈爱 有什么特别呢 他有两个特别 第一个就是 这一份的爱是永远的爱 这一份的爱能够带给我们 无限的祝福 无穷的祝福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上帝当时是用这一段的话 去安慰当时的一些的人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就快要面对 王国就是国家没了 他们将会就是呢 被分散到世界各地 他们心里面是充满恐慌 但是 主就对他们说 我以永远的爱 爱你们 因此 我以此爱吸引你 耶稣的爱是非常的丰盛 这一份的丰盛 是到永远的 他应许他会用永远的爱 来爱我们 就算 我们觉得自己非常孤单 我们甚至觉得 身边的人已经开始 厌弃我们 已经不再爱我们了 我们仍然还是有希望的 因为耶稣会以永远的爱 来爱我们 就算 我们是一个真的很不值得他爱的人 他还是告诉我们 他会以永远的爱 来接纳我们 包容我们 宽恕我们 引领我们 只要我们 愿意来依靠他 就好像燕芳姐妹那样 只要我们愿意 在什么时候 觉得自己非常无助的时候 我们来求告他 这一份永远的爱 永远都会在我们的身边 Amen 还有这份 丰盛的爱 是有无穷的祝福 无限的祝福 其中一个最重要 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自己 会成为我们的天父 我们也因此 成为了他的儿女 这就是约翰一书 三章一节所说的 他说 你看 父赐给我们的 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世人之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为他们未曾 认识我们的天父 我觉得我信任耶稣之后 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件事 就是虽然我的爸爸已经离开我了 虽然我的爸爸其实也 没有真正的就是好好的爱我 但是自从我认识了耶稣之后 天父 非常爱我 他为我的生命 设计了非常美好的计划 我不需要再活在恐慌 或者是迷茫的里面 因为我是天父的孩子 他会看顾我 照顾我 安慰我 安慰我 帮助我 当然我顽皮的时候 他也会管教我 他会以永远的爱 来爱我们 他最明显的爱就是 他为我们丧失之家 为了担当我们的罪 丧失之家 败罪而死 使我们可以因为相信他 而得到他的爱 而得到成为他的儿女 这一个人名分 我对我们姐妹 成为上帝的儿女 是我们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一件事 因为这位伟大的上帝 竟然是那么的爱我们 而且是个别的爱我们 你是可以个别的 亲身的去体会 体会他这份的爱 就好像燕放姐妹十七年前 从一个大小事情 都要依赖丈夫的一个家庭主妇 丈夫离开了 整个人 跌入恐慌忧虑的里面 但是感谢主 因为上帝成为了他的天赋 因为上帝成为了他的天赋 主耶稣用 永远的爱 丰盛的只爱 来爱他 今天 认识他的人 包括他的亲友 都会说 哇 你真的改变了 你变得勇敢了 你变得能够自立了 你变得喜乐了 是的 有耶稣的爱 我们就不需要继续的活在悲伤的里面 有耶稣的爱 我们就能够得到家人的爱 家会弟兄姐妹的爱 我们就会继续的 因为有耶稣的爱 而让我们的人生 活得更加美好 更加精彩 更加的有意义 Amen 感谢主 耶稣的爱真的改变了 艳芳姐妹 他在几年前 已经开始 担当教会的小组长 他一直用他的生命经历 去鼓励身边的人 特别是那些单亲妈妈 因为这些单亲妈妈 他们真的 非常需要 耶稣的爱 因为耶稣的爱 我们看到 许多人的生命被改变了 他们的失败 现在转为胜利 他们的软弱 现在转为刚强 他们的无能 现在转为 好像很厉害 甚至因为 耶稣的爱 他们过去的那些羞耻 那些败坏 那些伤心的过去 都成为过去了 就像艳芳姐妹那样 那我们怎样能够 那我们怎样能够时常 去经历 耶稣这份丰盛的爱呢 如果你还没信耶稣 还不是基督徒的话 我首先鼓励你 打开你的心门 去接受 耶稣基督 进入你的内心 你这么做 其实就是像约翰一书 一章舍姐所说的 凡接待耶稣的 就是愿意相信 耶稣的名的人 上帝就会赐他们全 并做上帝的儿女 接待耶稣的意思就是 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内心 当然你是要打开你的心门 让耶稣进到你的内心 做你生命的主 做你的救主 做你一切的帮助的主 Amen 当你的生命有了主之后 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 你就能够 不断地可以经历到 主这一份丰盛的慈爱 Amen 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 或者是在线上的朋友们 如果你今天 愿意对耶稣说 耶稣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邀请你 进入我的内心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愿意帮助你 透过一个祷告 让耶稣 敬到你的内心 让你从这个时候开始 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上帝就成为 那位爱你的天父 如果你愿意的话 好不好 请你在座位上 举起你的手 有吗 有朋友 你这个时候 愿意对耶稣说 耶稣 我希望你的爱 我愿意 打开我的心门 来 举起你的手 在线上的 在现场的 有吗 如果弟兄姐妹 有看到任何人 举起手 请你提醒我 有吗 哈利路亚 在线上的 如果你已经 举起你的手 你表示你愿意了 好不好 这个时候 我请你 照着我所提供的 这个祷告文 做出这个 邀请耶稣 进入你的内心的 祷告 如果你准备好了 让我们开始 你照读就好了 天父上帝 谢谢你因为爱我 才派主耶稣 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承认 我是个罪人 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 进入我的内心 成为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求你赦免我的罪 并让我得到永生 成为了上帝的儿女 求圣灵帮助我 透过祷告 和遵行圣经的教导 经历生命的改变 和主 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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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 如果你在现场或者在线上做了这个祷告 恭喜你 上帝就是你的天父 你就是上帝的儿女 当然成为上帝的儿女 不只是做祷告就完了 我们鼓励你把你的电话跟名字 留在我们的联络处 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帮助你 更多的去认识上帝对你的爱 当然我们心灵意书之后 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时常去经历 去拥有主这一份丰盛的慈爱呢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必须 时常要提醒我自己 也提醒大家的 就是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学会凡事借着祷告 去享用 祷告所带给我们的祝福 阿们 感谢上帝 他为我们所有神的儿女 预备了三件礼物 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第二就是圣经神的话 第三就是祷告 因为祷告就是你跟我能够 跟我们的天父联系 交心交流沟通 谈话的一个管道 祷告就是我们能够很实际的去认识 去经历 这位爱我们的天父 祷告是一位怎么样的天父 祷告也是我们可以亲身去体验 去体会 因为耶稣的爱 是一份整面的爱 都一个很重要的管道 祷告更加是我们基督徒 如何能够让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生活里面的 包括我们的家人财富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灵性 我们的服事 可以得到看顾保守的一个防火墙 如果我们不祷告 我们拥有的 很可能 很容易就会被 圣经所说的那个偷窃的 杀害的 毁坏的 那个魔鬼 给偷窃了 我们需要在祷告的里面 继续地去知己 继续地去享有 上帝 应许要给我们的 这一份丰盛的慈爱 我们也需要 靠着祷告 继续地 活在 上帝的 慈爱的里面 这也就是主耶稣 常常在圣经里面 提醒我们 要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的一个原因 当然 祷告也就是我们基督徒 可以让我们 的信心 让我们对耶稣的 这一份爱 可以保温的 保温炉 疫情过后 我们发现 很多弟兄姐妹 都大不如前 这次看到有不少的基督徒 他们就开始冷淡了 开始倒退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很多基督徒都从 祷告 生活这一方面 已经 懒散了 已经停止了 所以今天这篇信息 除了是 告诉我们的朋友们 主会以 丰盛的 慈爱 爱你 也同时是提醒 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继续地活在 神的 丰盛的 慈爱的里面 我们要继续地 以 祷告 去知取 神的爱 去让自己 心里面的 那些的 冷淡 那些的 不冷 不日 可以重新 靠着 祷告 给找回来 那份爱 那份的热情 那份的 信心 阿们 让我们这个时候 站立起来 好吗 让我们都 继续地来相信 今天 当我们离开 这个地方的时候 主要再一次地 把他丰盛的 之爱 赏赐给那些 求告他的人 阿们 这份丰盛的 慈爱 不会主动地 自动地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除非我们愿意 以求告的心 呼求的心 向主要 向主知取 阿们 你愿意吗 你愿意这个时候 就请你 举起你的双手 对天父说 天父 我需要你的慈爱 我的心已经冷淡了 我的心已经倒退了 我的心已经失去 那份的 爱的温度了 哦 主啊 是的 你是良善的 是乐意宽恕人的 我求你赦免我的罪 是的 祷告吧 是的 求你 再一次地 把你丰盛的 慈爱 赐给我 这个现在求告你的人 是的 求告吧 告诉上帝 你需要 他再一次地 让 他奉献的慈爱 进入你的内心 进入你的家庭 进入你的夫妻关系 进入 你跟弟兄姐妹的 关系的里面 是的 是的 祷告吧 祷告吧 呼求吧 告诉上帝 你需要 你需要 这份 丰盛的慈爱 是的 主啊 就在这个时候 向我们 吹起 让你丰盛的慈爱 再一次地 吹进 我们的内心 我们祷告 求你 再一次地 调望 我们心中的 祭坛 哦 让 祷告的 祭坛的火 会继续地 在我们心中 再一次地点燃起来 让我们 心中 再一次地 重新 恢复 那起初的爱 而那份 对你 真诚的爱 信靠的爱 主啊 是的 祭坛 我们的弟兄姐妹 向他们的家庭 吹气 向他们的婚姻 吹气 向他们的夫妻关系 吹气 向他们的亲子关系 吹气 也向他们 在教会的 这个 主内的关系中 吹气 让我们再一次地 领受你 丰盛的慈爱 回到我们 每天的生活的里面 继续地在 祷告的里面 去经历你的大爱 也分享 你的慈爱 是的 谢谢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生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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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